哈喽,我是可乐 今天要带来的都市传说是 你进入的MC不是真的 当我们每次进入MC的时候 都会啪啪啪一顿操作 直接就创建新的时间 然后继续玩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标题 MC的全名是Minecraft M-I-N-E-C-R-A-F-T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王家发现 他进入了一个假的MC 标题这里变成了M-I-N-C-E-R-A-F-T 南C的意义都为准发生了颠倒 难道他真的进入了一个假的MC吗 其实这是一个小彩蛋 这个彩蛋早在MC正式发布的时候 1.0版本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由于条件太过于苛刻 只有0.01%的几率才能看见它 也就是说你进入游戏一万次 其中有一次会遇见这个小彩蛋 而且你还需要细心才能发现它 不过大多数玩家应该都和我一样 进去就直接创立新世界 根本没有在意过这个小细节吧 所以这个小彩蛋在发布了几年之后 才有玩家发现 Planet Note也证实了这个彩蛋的存在 你除了可以在主菜单里看到Minecraft之外 有时候游戏崩溃的时候 崩溃的日志也有可能出现 You should try your sister game Minecraft 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崩溃日记中非常可爱的common 像什么谁放出来TNT快站出来 人家很伤心 都是我的错 我是个崩溃狂魔之类的 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注意到 回到主菜单的小彩蛋 这个彩蛋虽然很难遇到 但是这怎么能拦得住我们聪明伟大的网友们呢 楼管上有一个叫舞秋风的视频作者 发现通过点击选项再点完成 也已刷新游戏次数 所以写了一个代码程序 自动刷新游戏一直到刷出小彩蛋 6分钟之后 它真的把这个小彩蛋给刷出来了 C1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已经是一年前的视频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这种方式刷新次数了 你看上面的这句话是没有变化的 只有当我进入游戏 然后再保存退出 这上面的句子才会发生变化 这样才算一次 不知道每天都在玩MC的你们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有趣的小彩蛋呢 哈喽我是柯乐 今天来介绍的都市传说是 Antity 303 先来介绍一下303 2014年Notch还在《魔将》的时候 因为一次重大的代码失误 死对了一位MC核心成员 这名员工因此怀恨在心 利用自己的能力 在MC植入了一个实体 并请名为Antity 303 由于这种代码非常隐蔽 所以在放过正式版MC之前 并没有检测到 于是正式版发布 一切都已经成定居 为十一晚 也有说法是 303会故怪多是MC 直到整个MC的生活 所以Tim就担任起了 尖辩303 拯救MC的重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303 不是某组 也不是数据帮 而是使用命令方块 担缓出来的 首先拿到命令方块 然后输入一长充的代码 继续弱码的下载地址在这里 可以自己去复制 然后点击完成 在命令方块旁边 放一个拉杆 一打开就可以了 接下来需要做的 就是做一个类似于 祭台的东西 招缓303 拿出一样石这样摆方 周围在围圈 使用半砖 在最中间放第二个 哎呜 太行忘了 还有链条拉动了水银 有点像什么乘风的链条被打开了 哦 下面的机场爆炸 一团火箭摸上天空 扔303就出来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 打败303能加入什么东西 一个 Dead303的弹 还有一个 Entity303 这个弹的翻转就是一个成就 它会自动旋转 这个棋子我刚刚就想说了 好像机具中的弹爵 背后插的靠旗啊 最后还有说法 是在种子里 输入Entity303 可以看到303 我也进去试了一下 证明这个是假的 看不见的 大家别担心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其他的多数传说吗 记得关注我哦 哈喽我是可乐 今天带来的多数传说是 Notch 神妙 在MC里有传着很多的多数传说 比如我们熟知的Him和303 这两回到底是杜撞还是真实存在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Notch这个人是真的存在的 大家都知道Notch是MC之错 就是他传到的MC 所以Notch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关于Notch什么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 输入种子 零 就会出现Notch玄妙 最早这个传说来自于油管上一个视频 视频作者在种子里输入零之后 就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里面充满了红石火把和火灾机关 这个视频一放出来 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大家都纷纷进入这个种子地图 还有一个传说 如果玩家凌晨3点进入这个种子地图 就会出现HIM或者Notch 你上传说 都是假的 这个地图是真实存在的 一些视频作者就是做了视频剪辑和后期处理 建议他们进入的其实是我现在在的这张地图 这是一张几年前的地图 下载地址在这里 感兴趣的可以再过来玩一下 首先引进去 大家会给你一把赞实践 然后前方就有个这样子的东西 走过去一看 这是一个徐愿池 嘿 跳 我还有下面的机关 应该没想到我居然会跳雪岩池吧 当然 正常的打开方式并不是我们跳进去 而是任性化 然后前面这个门就打开了 就可以进去悬标啦 门口还有六口火把 到这里也会介绍两种迷运 一个是恶硬 一个是好物 恶硬是什么样子呢 进去之后 我们发现一个超极大的脑子头在的山上 但是它在流泪 然后脚下的地板打开了 我们就掉下去了 掉到岩浆里了 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 诶 你别哭啊 你怎么又哭了 哇 你怎么回事啊 一三次进去的时候 哇 感天动地你终于不哭了 我终于得到好运 得到神的健康了 这个时候上面就开始掉小钻石和小金块 一共38个钻石 35个金块 开心 就在之外 咱们点进去是没有屏幕混道具的 密切就是谣言哦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快点看 更新的看见的人 据说是在2014年8月25日 一个名叫Alone Game Josh的玩家 在油管上发布了一则视频 里面讲述了他刚才闹的过程 黑的一个人站在那里 看得特别像是屁上去了 当玩家要靠近的时候 就出现了杂音 然后视频就彻底掉线了 然后在2015年5月2日 证明玩家又发布了一个名叫 No Attack的视频 记录下他再一次在这个服务器里看到了No 还有玩家说他曾经试图用告示牌和No交流 还得到了回应 然后游戏就断开了 还有传言在种子里输了666 可以看到No 但是我进去瞄过了 这个是假的 地图就是正常的地图 因为玩家在这里生存了几天几夜 表示并没有看天到 现在想要看天到只能通过模组 或者是数据包了 我之前玩的一个究极次元的MOD 里面就有的 但是作者对于这个外形 还是设计的不是特别好 皮肤居然是棕色的 你为什么是棕毛呀 这一看就很像黑道老大哥 这一看就很像街上剪破烂的 很多年没洗澡的那种 还不抹黑烟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血量是蛮厚的 我这把究极弓 据说射中生物可以造成9亿的物理伤害 我是一直炸到了基岩 终于搬到魔城的只剩血皮了 哇 好深了 最后还是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相信到的存在吗